北京时间12月26日下午16点 中国足协开出罚单 对武汉三镇外援马尔康 在对成都融成赛后 踢倒赛事入场拱门的行为 出以停赛一场罚款1万的处罚 对山东泰山教练组成员角折 辱骂裁判的行为 出以停赛6场罚款6万的处罚 关于角折的谩骂内容 偶然体育前期视频已有完整版 可以说他的行为严重超出了足协容忍的底线 被停赛6场毫不意外 但对于马尔康 赛后网上并没有曝光相关视频 足协公告是根据裁判员报告 比赛监督报告 视频及听证 由此作出的处罚 这也就意味着 马尔康将缺席今晚与浙江队的争冠焦点大战 由于山东泰山本轮对手梅州客家弃拳 自动获得3分 所以武汉三镇唯有取胜一条路 而且拿下浙江 基本锁定联赛冠军 此时队内王牌当家射手马尔康的缺战 势必会影响本场比赛的走势 就在今天凌晨1点 武汉三镇官方微博 意外发出了一篇官方声明 这应该是近10年 中国顶级联赛言辞最激烈的炮轰 文中特别提出 只要武汉三镇 在中国职业联赛存在一天 我们就毫不妥协地 跟中国足协的黑暗势力斗争一天 武汉三镇主要质疑的 就是上一轮被成都荣城绝杀的这场比赛 在第95分中 马尔康的任意球射门 被成都对26号队员在禁区内挡出 而裁判最终做出了 不构成守球犯规的判罚 这令武汉三镇大为不满 我们从慢动作中可以看出 这个球打在了防守队员 胳膊靠近肩膀的位置 个人认为 成都队员有一个明显主动侧身阻挡的动作 但至于应不应该判罚点球 每个球迷都是专家 各有各的权威观点 中超联赛打在手上的争议判罚 比比皆是 基于此 武汉三镇认为在近期联赛中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文中还特别提出了 关于赛场安排方面的调整 矛头肯定指向的争冠对手 在山东泰山队教练王军突发感染的情况下 全队立即隔离 当时的国家政策并没有放开 所以深圳队同意延期 随后在补赛中8比0狂刷竞胜球 可是深圳队也没有想到 后来自己队内在放开管控后 大批量感染 只能以U21梯队来出战 不要忘了 同样的阵容 一轮之前武汉三镇只刷了一个4比0 本人的观点 同在一个中超联盟里 邻里之间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在别人困难时帮衬一把 何尝不可 没必要结下恩怨 毕竟这不是比赛竞技层面 前几天 天津金门虎 在拒绝于武汉长江补赛中也解释到 当时是因为联赛尾段 还要穿插足鞋杯 赛程上实在无法安排补赛 而且队内球员合同月底到期 足鞋也不允许联赛跨年 由此可见 俱乐部之间的协商 初衷都是本着互帮互助的理念 至于今天关键战梅州 对泰山的退出 就在本视频制作过程中 北京国安也宣布退赛了 本轮总计有4队退赛 说真的 虽然竞胜球差距甚远 但相信泰山队内 也不希望对方退赛只获得3个吧 如果这也认为是足鞋偏袒泰山 理由未免过于牵强了 平歇而论 相比于争贯对手泰山 武汉三镇今年的罚单只此一张 本年度 泰山队内正争被罚5场 时刻追加1场 王大雷追加4场 加上这次角折6场 已经4次被罚 最令泰山球迷耿耿于怀的 就是三镇外援斯坦丘的暴力动作 还有刘一鸣的掌柜 最终都逃掉了足鞋的处罚 两边球迷都认为足鞋偏袒对方 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今年足鞋杯已经变成弃赛杯 而联赛冠军也似乎成了烫手山芋 连续几轮三镇与泰山 就像商量好了一样 要输一起输 我希望两队能把这种真爱保持下去 良性竞争 毕竟明年两队还要携手参加亚冠 为中超挽回亚冠积分做贡献 在今天真冠战赛前的几个小时里 武汉三镇突然发出这样的声明 出发点我们不得而知 有球迷戏言 三镇再多说点吧 从另一个方面 这也是对今晚这场焦点大战裁判组施压 希望能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判法 今年的中超联赛 因为疫情原因推迟到6月份才开幕 中途不断因为突发事件改变赛程 每个队就像开盲盒一样 不知道下一轮对手是谁 如此多事之秋的一个赛季 在期盼中国足球打假扫黑的同时 更希望最后两轮无论争冠还是宝级 联赛能交出一份让球迷信服的答卷吧